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哪日一字 好,我們今天來看這個龍,龍鳳,這沒問題啦 那我們看一下凱說的寫法 他這寫法還蠻多種的,筆畫多吧 好,這裡一個月字 右邊呢,這要小心喔 這龍字呢,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一下,從甲骨文就有 而且,就很多樣 好,這龍字 然後再來呢,開始做省略 第一個省略是,這上面只有一橫一點,不要了 只保留其他的凱書 到型書的一種寫法 頂多呢,我們做偏向於型凱書 現在這種寫法 然後再來,變這樣 好,一樣,三點,但是稍微一點姿態 好,另外一種寫法呢 這種寫法當然有繼續發展,稍微比較流暢 但是,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另外 的寫法,來看一下 就很接近趙孟,這種寫法 然後會變成,右邊是一個油 那一點 底下呢,一開始也是三點 好,等於這邊呢,變成,上去變成一個交叉啦 蠻特別的一種變化 那我們再來看趙孟這種寫法 他變成這兩點 當然左邊這裡就更省略齁 好,這已經比較嫌疏的寫法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裡點 好,撇過來 然後這邊 小心這個月字 勾起來 帶上去 撇 好,那這裡 好,那這裡 符合勾 然後這一點 帶這兩點 好 這樣寫法呢 更流暢一些了 好,再來 當然可以更省略 怎麼省略呢 最主要是這邊的省略 其他這邊齁,連筆動作增加 我們來看 這個寫法 所以這裡是一樣的 但是到這裡 越走 直接 繞上去 好,這裡 帶過來 那這邊也省略成 兩點 下來 這樣不上去了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更省略的 最主要是左邊 左邊呢,就留這一點 一個橫 那折一下就上去了 這邊要注意 左邊 這種寫法 就 一個很省略的一種寫法 還有這邊 就不斷了 直接折一下連筆 注意看一下 這裡我們剛剛講的 好 下來 好了 這 有點是它專有的一種 草塑寫法 我們剛剛說 這裡就直接折過來了 沒有 再出去了 然後右邊呢 這邊變一點 或者 拉長下來 不過一般都是變成一點而已 像這樣 最後呢 我們來看 稍微炒出 更炒 就這一點不要 那這邊直接 結下去 好 這樣子呢 連貫性會更 強一些 像這樣 這個融資 整個計畫是有的 大家留意一下 來 有的 好 來